五货在前期,最大boss亮昆终于登场 陈后能与亮昆接仇,兵主山姬,包皮等人 此人阴险小气,以后碰上千万要小心 电话响起,竟是牛姑打来 陈后能这才气气,还有一场单挑为达 本预算会是一场恶斗,怎样牛姑满面笑容 十几年老朋友了,哪有什么隔夜仇 都是一时气话而已,就算真的 我也不是你男哥的对手 过去的就别提了,一起喝一杯 陈后能举杯一饮而尽 两人算是兵士前线 九国三群,牛姑讲出此番的真实目的 最近影视行业大火,他邀请陈后能入伙 两人一起成立一家电影公司 为打响知名度,打算请当红艳星 方婷主演 男哥,你跟亮昆都是红星的 你找他商量,这事一定能成 牛姑还不知陈后能与亮昆刚刚翻脸 兴致勃勃描绘光明前景 按照方婷一往票房推算 再加上海外版权,光碟销售分红 刨去成本,咱们每人至少可以赚六百万 陈后能听得心动不已 若真能赚那么多 那所有的兄弟都可以风风光光 扬眉吐气了 陈基之大哥难处 拍胸保证,自己一定会搞定亮昆 此日,陈基来到亮昆的乾坤电影公司 一脸诚恳,上一合同细节 他早预算到亮昆会刻意刁难 强行忍耐 可对方实在是咄咄逼人 不管方式,拍片周期 这些专业名词他也根本不懂 真是他妈可笑,什么都不懂 还跟老子谈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拍电影 去路边买三级片看吧 看,真以为我会跟你合作呀 去死吧 三级面色阴沉 在亮昆放肆的嘲笑中 一言不发走出了房间 哄怒声巨响 亮昆奔出沙干 公司门口的石狮子 已被三级狠狠砸毁 妈的,再让我遇见这个铺剑 非要暴打一顿 既然当面谈判不成 三级陈厚南当即改变策略 以有新货橘子粉的名义 单独约出了方廷会面 方廷本人比电视上更加性感亮丽 看得陈厚南包皮胖干心动 方廷也大展陈厚南 大恶气势失足 猛然一看 竟跟刘德华有几分神似 陈厚南开门见山 当即许下重力 请方廷拍片 方廷抛杯心动 可仍是忌惮亮昆的凶恶 迟疑不定 三级一脸自信 放心吧 南鱼哥也是红青色大哥 他亮昆不敢嚣张 陈厚南拍着方廷的肩膀宽慰 干嘛什么都要经过亮昆同意 被他抽一半佣金 这百宁就是在坑你妈 跟我合作 以后的份我全天供应 方廷一见亮货 喜上没烧 再无犹豫 便要在合同上签字 眼见就要大光告成 一只大手拍掉了方廷手中的签字笔 亮昆到了 亮仔男 想趁我不在 占方廷便宜 当我亮昆好欺负呀 陈厚南怒道 这是我跟方廷的私事 你算什么东西 轮到你来干涉 亮昆怒火燃兽 按住方廷肩头 婷婷 告诉他 你跟不跟他签约 在亮昆的围压下 方廷哪敢反抗 吓得不住腰头 陈厚南气急败坏 冲伤动手 与亮昆一众小弟 恶斗起来 他与山津 身经百战 以手提多 打得亮昆手下 抱头数算 事后 亮昆怒起难笑 不住怒骂方廷 妈的 忘了是谁一手 给你捧红的了 你竟想背叛我 方廷一脸委屈 昆克别生气 其实 我每天都拍三集片 早就烦了 只是想拍些 正经电影而已 亮昆冷冷一笑 正经片子 怎么 你也想当演技派 自不量力 你为大将 是喜欢你的演技 其实不过 是想看你的播而已 以后再敢跟我 叽叽歪歪 老子卖你去当鸡 给我滚吧 方廷泪流满面 默默离去 亮昆并手下傻相 调查陈厚南的电影公司 很快便查清了 合伙人 牛姑的底细 自这清晨 他主动找到了牛姑 挑拨了一剑 我知道你们 想找方廷拍戏 亮昆南那个不接 根本不配跟我谈 我直接找你吧 你也可以多赚一点 只要你甩了亮昆南 事成之后 我再多给你一百 破 两百万佣金 亮昆信心满满 他已查清牛姑 与陈厚南不久前 曾翻过脸 只要自己能拉拢牛姑 便能断了亮昆南的财路 狠狠报复 如此重力 牛姑没有拒绝的道理 三调牛姑 淡淡说道 坤哥 有件事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我喜欢钱 但也要拿得心安理得 我虽是读书手 但一切二字 还是会写的 我跟亮昆南 十几年老朋友 这件事传出去 我还用混呢 傻强拍摁而起 牛姑 你他妈进酒不吃 吃罚酒 话音刚落 四周瞬间窜出 十几名大汉 全是牛姑笑地 牛姑冷冷一笑 你这种人 不会明白什么是义气 这次就算了 饶你一次 但你别觉得亮昆南 跟我一样好说话 招惹了他 没你好果子吃的 滚吧 再次失手 亮昆恨恨离去 好在天收今晚就到 看以后 谁敢敢跟自己嚣张 卡拉OK内 心情不佳的亮昆 对着妈咪 宣谢怒火 大骂场内姑娘太丑 一道熟悉的真友 从门外一闪而过 竟是山鸡 带着他的女友可恩 亮昆黑黑一笑 对着妈咪喝道 去把那个女人 给我叫过来 我就要她 他泡可恩时驾 报复山鸡时针 可恩见亮昆 出丑大方 信息不已 两人搂在一起喝酒 动手动脚 很快便约好了 酒后开放 靠 敢要一万块 相赚的呀 最多三千 不行啊 昆哥 出来做最少也要五千 山鸡面色阴沉 破开方门 阻拦了二人好事 亮昆 你他妈敢上我马子 亮昆音笑道 山鸡 没大没小 不把我亮昆放在眼里吗 他出来赚钱 我给钱 是照顾他生意 再敢来弄 现在就收拾你 山鸡暴怒于慌 冲上便打 我操你妈 谁又你给面子 下一集 血战巨人天授 敬请继续关注 点赞 推荐 感谢大家支持 这是山鸡人生中最低落的时刻 女友可恩被亮昆四亿万弄 他该如何报复 可恩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反责骂山鸡多事 当我自己赚钱 你整天找我可人麻烦 不知道我有多为难吗 说的好听要养我 我每个月最少要花好几万 你养得起吗 再多关我的事 咱们就分手 可恩的话让山鸡无言以对 不断垂墙发泄 无能狂怒 谁让自己的女人爱莫虚荣 又偏偏自己是个穷光蛋 人在失忆之时 总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可喝的越多 痛苦更生 脑中不断浮现 可恩被亮昆蹂躏的场景 令他无比作呕 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 呼吸响起 可恩让他火速感到尖动灯后 刚一见面 可恩便扑倒在山鸡怀中大哭 亮昆玩了我 翻脸不认人 说我不值五千 还打了我一顿 山鸡哥 你一定要替我出气啊 山鸡怒火狂然 火速拨通电话 召集人马 半小时后 三辆载满红青兄弟的面包车驶来 逆行人杀到酒店门口 正见亮昆左拥右抱 在街边闲逛 山鸡一声怒吓 指挥兄弟一拥而上 兄弟们 戴眼镜的就是亮昆 给我开死他 亮昆毕竟是红青草叠 多年来神经百战 面对突袭 带着手下奋起反抗 场面混乱 一名极为高大的男子 却毅力不动 周深气场 阴森鬼魅 山鸡守出一把天锯 迎头看向 眼见就有将亮昆一三为二 那巨人终于动了 一声震天空后 动作刚猛训剑 一把锁住了山鸡手腕 竟将他整个人踢到了半空 如此恐怖的力量 正是亮昆的杀手键 巨人天收 天收将山鸡在空中甩动 当成了武器 一时间无人可牵身前 随手一甩 又丢出了树米开外 一众红青兄弟一起当先 前扑后继的创风拥救 天收狂信大发 抓住手臂 奋力一撤 应声将一名红青仔手臂拽断 鲜血喷射 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 天收几乎不用出拳 没人能挡下他随手一扫 亮昆得意狂笑 偷绝背后一阵剧痛 被山鸡电锯扫中 险些当场丧命 他连滚带拔 躲到了天收身后 历史又嚣张起来 天收 救命 快帮我打死这小子 山鸡 我玩你女人又能怎样 过来砍老子呀 山鸡不顾一切冲锋 前方警惕刺儿 一辆警车急驰而至 两方人马只得匆忙逃离 陈后能大本营内 众人处理伤势 一片深言爱好之声 包皮剑兄弟们惨状 忍不住抱怨山鸡 为何要自作主张 不找南哥商量 山鸡火气正盛 怒骂回应 少在那幸灾乐祸 你再敢废话一句试试 陈后能面色阴沉 将山鸡叫到了天台 两人点燃香烟 沉默良久 陈后能才缓缓说道 山鸡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这么大的事也不通知我一下 你马子是什么人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搞不清状况 陪他一起发疯 山鸡仍不服气 坚信可恩不会骗自己 陈后能不住劝说 山鸡 别再傻了 相信我 你大哥不会看错人 你马子不是什么好人 玩玩就算了 山鸡立声回应 大哥 从都到尾都是亮坤在挑事 一点面子不给我 别以为他辈分高 我山鸡陪他玩到底 陈后能终于动弄 指着山鸡胸口喝道 就凭你 逗得过亮坤的 帮你看人的都是我小弟 他们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才帮你 这么多兄弟为你受伤残废 你心里不自责吗 别说做大哥的无情 再这样下去 你早晚被那个女人害死 我陈后能不想自己的兄弟 被人家看遍 你自己想清楚吧 先去逼逼风头 亮坤的事 我帮你摆平 事态严重 山鸡走后 陈后能当即致电蒋天生 蒋明一切原委 请龙头主持公道 四日 蒋天生的豪华别墅内 帝哥 陈耀 陈后能 山鸡等人齐聚 等候多时 亮坤才在天兽 傻强等一众手下的护卫下 闪闪来迟 他衣着光线 拍头失足 大咧咧的坐下 开口挑战 大哥 找我有事 单独谈不就好了 我不想跟垃圾 同坐一张桌子 山鸡正要翻脸 却被陈耀打断 阿坤 昨晚的事 讲上很不高兴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事 好好聊清楚 亮坤情绪激动 有什么好聊的 那女人是坐鸡的 我叫鸡都不行吗 她服务不好 我就是不想给钱 陈后难道 亮坤 这件事摆明是你挑起的 我不想引起红星内讧 你把受伤兄弟的医药费赔了 这件事就一臂勾销 亮坤一声冷笑 可 看我还要我掏钱 可以 让那个女人免费陪我一个月 我也可以不追究你们了 不然就走着瞧 陈后能再也无法忍耐 便要翻脸动手 亮坤一众也是跃跃于事 陈要起身怒喝 都给我坐下 当着大哥的面 成何体统 一直沉默的蒋天生 终于开口 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错 那就由我来评判一下 阿坤 你玩弄兄弟女人 你已经犯了邦规 山鸡 你以下翻上 做的也不对 既然大家都有错 就都别计较了 给我个面子 这件事就算了 亮坤猛拍桌面 指着蒋天生的脸娇羞 大哥 你摆明偏袒他们 我不服 我现在有钱了 你就说是我大哥 以前我要饭跑路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照顾过我 你这样算什么大哥 蒋天生惊怒究极 这些年来 只任务麻烦 每次不是自己给亮坤收拾餐具 他竟敢当面让自己下不了台 亮坤起身面奏 我阿坤能有今天 靠的全是自己 蒋上 昨晚的事 我一定会讨回公道 你这个当大哥的 看好自己的小弟 这赤裸裸的威胁 让众人怒火燃烧 蒋天生则是依旧沉稳 他一定会让亮坤后悔的 其实亮坤 胆敢与蒋天生翻脸 早已为自己找好了后路 他要退出红星社 而给出的退回红包数额 一定会让蒋天生 笑得合不拢嘴 随时能翻天覆雨一次 风声出